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一条紧身裤的深夜,两个人,一年黄赚500万美金衣,来自荷兰的Lukovidron和来自澳大利亚的Dan Meker所创立的品牌,Deer Bunch成为了2018年发展最快的电商品牌之一。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他们建立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紧身裤在线零售品牌,斩获了500万美元的销售额,据悉Deer Bunch有望在2018年底实现1000万美元的销售额,两人在2014年初次会面后一拍集合,决定共同开启电商业务,由Dan负责Facebook的广告推广,由Look负责产品设计和销售,谈及业务成功的秘诀。 他们则表示走少有人走的路,当许多人想要开始创建T恤品牌时,我们选择了进军紧身裤,因为T恤市场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尝试新的领域往往意味着更好的成功机会,而百万美元的销售背后,又有哪些值得参考借鉴的商业秘密呢? 作为创始人之一的Look,带领我们走进了锦身裤电商帝国背后的故事 1.锁定利基市场和特定人群去了解 Dan和Look的业务最初从T恤销售开始,当时销售额约为100万到200万美元,但在察觉到市场逐渐饱和后,开始寻找细分市场 其策略是通过深入研究找到潜力十足的细分市场,然后根据特定的受众需求设计推出产品 我们的目标是以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进行产品设计 而这也是我们发现锦身裤立基市场的过程 两人在2016年12月创建了DeerBench,并注意到了锦身裤的流行趋势 并且市场上没有专门针对该类细分产品的品牌 无疑当时已经出现了大品牌系列的打底库和设计师名号的打底库 但和市面上以小众兴趣为主的立基市场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此后两人就在2016年圣诞节前开始了销售,并目睹了巨大的需求 业务迅速发展,第一个月收入超过10万美元并且持续增长 二,寻找合适的生意伙伴 Luke表示自己先前通过Facebook的业务事宜认识了DeerBench 两人各自的设计背景和分析背景十分互补 同时相互合作感觉良好 据悉,两位合伙人总共只会面五次 但在线上保持紧密的实时通讯和会议交流 Luke直言在相隔遥远的时区拥有一位合作伙伴是巨大的财富 这意味着每天24小时内至少有一个高级合伙人在处理业务事宜 三,围绕核心理念发布产品提取业务经验 帮助两人在立即产品打造方面有了良好开局 是按销售类目和销售对象的两人 围绕爱尔兰幸运 扶三叶草和爱尔兰一美国人两个核心概念开始了自己的设计 在销售实际方面 Luke表示需要走进目标群体的心理活动和购买历程 然后司机而动 为了顺利推出第一件三叶草单品 两人深入研究了目标市场的一切信息 包括思维方式 谈话方式 兴趣爱好 为了充分了解潜在消费群体并减少销售难度 Luke和Dan学习了各种不同文化 在供应商方面 两人选择了高质量的按需运刷公司 以便尽快地启动业务 在完成样品审查后 其开始了产品设计和批量生产 其他业务由自动化流水线或外包公司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 Dirbunch新品在推出时 会就市场的第一反应和产品热度进行测试 以下是产品发布的完整步骤 找到供应商 采用了V-Main T-shirt设计概念 并将其应用于锦身库 使用优秀的产品模型和图像启动网站 使用初始广告来收集数据 以便进行未来营销和产品选择 4.借助自动化工具 Luke产严创业过程仍然有一些不足之处 即在早期没有进行自动化运营 没有使用自动化流程 目前其网站上的所有产品图片 广告素材和视频都支持一键生成 为产品的发布节省了大约一个小时的工作量 Luke表示目前所有程序都进入了自动化 每天大约可以上架12-20种新产品 而在早期手动运营时 每天最多推出两个 此外 Luke还大力建议使用Photoshop自动化工具 加快设计进程 目前 只要Luke完成设计工作 一键点击即可实现所有相关图像和视频的创建 预计一天之内可以产出25个产品的系列设计 而使用自动化工具 也意味着品牌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转化率上 早期Luke将过多精力放在了新品和广告的运营上 忽视了网站优化 试想 2%的转化率对比4%的转化率是一倍的收入差异 5.使用电商管理工具 Traffic Booster Traffic Booster负责处理所有Google广告 带来可观投资回报率 Recard Recard是自动管理工具中盈利效果最好的选择之一 帮助卖家更好地进行在营销和通讯应用营销 PlayYi PlayYi有支持电子邮件序列的创建和后期的进度跟进 Zendez Zendez 支持一件设置调查问卷 节省大量市场调研时间 6.专业的电商业务支持团队Luke表示 目前DeerBunch有一个由20余名自有职业者 服务商等组成的远程团队 另有三人客服团队日均处理100单以上的售后问题 两名远在乌克兰和南非的设计师支持设计事务 此外还有一个私人助理协助Luke处理日常设计事务 与此同时DeerBunch还配备了Storia团队 负责管理AdWords YouTube和Google Shopping广告系列 Google Shopping广告